上個禮拜大概幾個部分重點 第一個就是解決了一個問題 零售市場行情批發 一整年的資料在網路上面 一整年就是把它分成拆成7個檔案 7個CSV的檔案放在網路上 我們要一次性的把它全部下載下來的話 當然你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第幾頁 第一個單元的第9頁的地方 這邊有7個 它其實也是從零售市場行情的網站上面找到的 然後它好像把資料拆成1到7月14 然後7月半個月 然後又一個月 它好像沒有一個規律性 這個總共有7個檔案 那如果說我要7個檔案把7個檔案一次性的把它下載的話 基本上我們 可以先寫 先下載一個的 OK 如果你其實一個下載 OK 沒問題的話 那再把那個一個下載的 這個SUB把它改寫成什麼 這個所謂的 共用的一個SUB 共用的程序 隨著共用程序 特別注意那概念蠻重要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的事情都一樣的話 那基本上 我們會透過 傳遞所謂的參數 那參數有兩個 就是它 以後要下載的部分 哪些地方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就網址 所以我們這邊會多需要跟它要一個什麼 網址的 這個 參數 你就丟參數 丟什麼 丟那個網址給我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要下載到 同一個工作表的哪一列 因為我們要向下 向下追蹤 那也說 第一次一定是第一列 要下載到第一列的位置 那以後的話 因為你不能一直下載到第一列 第一列會蓋掉 所以一直往下追蹤 這個地方R是一樣指的 就是 我們要下載到 下一次的 最下面一列 再加1 因為的下一列 把它放在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有兩個參數 這個我有把它用黃色 的標註 所以以後 類似的概念 我想 你可以參照類似的方法 在用別的地方 下載別的資料的時候 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 這個叫 共用的程序 我們家 這個叫共用的Sub OK 然後呢 我特別注意它是被動的 也就是它是被呼叫 所以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它不能被單獨執行 它只能夠透過另外一支Sub 另外這Sub 我們叫做零售市場O 然後把它傳遞 兩個東西給它 一個是UIL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Call 以後的話 必須透過什麼 Call Call它 OK Call這個 我把字稍微 放大一下 就這個 然後傳給它什麼 兩個東西 一個是它的UIL 一個是它哪一列 那UIL的話呢 我們是把它寫成一個陣列 所以在VPA裡面 你要做出一個陣列的話 其實有個關鍵字 叫做array OK 所以array的話意思說 我後面就會放一個 所謂的陣列資料 那陣列資料的話 就是說 我可以放很多個 字串 有沒有 字串可以一直串 總共7個嘛 所以我就 把第一個 網址就 貼到這邊來 它結構一定什麼 一定是一個字串 逗點 下一個字串 逗點 下一個字串 逗點 因為這個太長了 我把它換行 如果你要強制換行的話 在VPA裡面 記得 你要換行的地方 一定要加一個空白底線 空白底線 表示說我的下一行跟上一行是一樣的 這個是VPA的規則 那當然其他的 語言有些是直接可以Enter就換行 那這個不行 這個一定要加 空白底線才可以 變成說 第一個網址 到第7個網址 放在陣列裡面 那我要抓資料的話 就是跟他講說 我的array 哪一個的話 其實 就是可以在array 這個array的 變數名稱後面加個 刮弧 抓第一個的話 就是編號0 因為陣列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這邊的 編號一定是從0 到6 OK 總共的話 那就是有7個 OK 那有些同學 比較 常遇到陣列 就 就卡住了 因為 一般習慣 消息 是從1開始 但問題陣列從0開始 所以有的時候是相差1 那你有時候 記得這個部分 只要能夠 了解 習慣他的話 我想應該就 大致上沒問題 然後以後的話呢 我們就第一個抓到他的哪一個 網址 一次 配合這個回圈 先抓0 再到6 U棒是抓最大 最大的6 0到6 然後呢 就分別丟那個 我們要給他的網址 後面的話 r指的是 哪一列 那第1次如果 裡面完全空的話 那就是 從第1列開始放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向下追蹤 這個是向下追蹤加1 OK 向下追蹤加1 向下追蹤加1 那這樣的好處 以後如果你要把他放在 同一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法 像上禮拜好像有同學 蠻認真的 我們是把他分別放不同工作表 或者是放不同檔案 那他同學好像是希望把他放在 同一個工作表 那就用同樣一招就可以了 因為以後你要下載資料 可以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 放同一個工作表 你可以分不同工作表 你可以放不同檔案 有沒有 那你就要視情況來而定嘛 你如果是需要 完整的一個資料 都放一個 那你就用這一招 那如果你可能需要說 比如說我一個月 就放一個工作表 那你就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甚至可以放不同檔案 那其實 大部分 資料裡面就是要處理的 處理你 放對位子 比如說你要放同一個工作表 以後如果你 把它分成不同工作表 以後還需要什麼 可能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有沒有 或者再把它分割 因為你要做報表 如果你要做全部的報表 總表 那你就需要 把資料全部合併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做個別的 比如說一個月做一個報表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把資料分割了 OK 那當然你如果 懂得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那一下就OK了 可是如果不會的話 你就土法鏈鋼 很多人就 慢慢來 把這個 複製貼到 先建一個新工作表 然後貼過去貼過去 那每天 都做重量的事情 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那現在其實 其實企業裡面 你需要有一種人 就是專門解決像這種 我剛剛講的這種問題 它有點像三不管地帶 因為像我昨天 去那個群學人壽 然後他們有IT人員 他們IT人員說 像他們管的 不會管那麼細 不會管像office人員 像這種東西 然後office人員 又不會寫程式 變成說這個有點像三不管 他們管 都管那種系統的 管那個 網路的 這些東西 他覺得說 他們會認為是太簡單的 應該是 User那邊 自己要會 可是那個 User那邊的話 又覺得這個太難了 他們也不會 所以變成說 這個就會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 一個需求 就是說有人 可以幫忙解決 這個問題 OK 因為 你如果不能解決問題的話 一般的User每天就是浪費時間在那 一直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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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可以分析 人力資源部分來調查 你會發現 其實這部分浪費很多的人力資源 為什麼 因為這部分的話 每天都一直在重複做 如果可以把這方面人力 節省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甚至可以掃請很多人 有沒有 有沒有有些東西真的可以掃請很多人啦 因為這些東西很快就做完了嘛 程式一直行就OK了 所以有甚至 有些老闆想法是這樣 我乾脆我找個工程師 我可以抵10個 10個那種 輸入人員的 我把那10個輸入人員 每天工作 叫那個工程師把他們 的所有工作都寫成程式 那那個10個人可能就可以 可以不需要了 可以嗎 回家有點太殘忍了 OK 慢慢讓他們退休就不補了 沒有可能 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是一種趨勢 也就是如果現在新的 聘任人員的話 像面試一定會要求說 你要會成事 如果你不會成事的話 可能就 尤其像年輕人 主要是因為大學生 太過泛濫了 太多了 所以現在怎麼篩選 第一個 可能大公司 就先找國立大學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 可能再問 再看你有沒有 城市設計方面的能力 有沒有 或者可能證照 我覺得也是 一個必須 一個需要 因為如果有證照的話 相對的也會是一個篩選條件 也就是說 面試的人 你會發現那個大公司 一來 應徵的人 都太多了 怎麼辦 反正就可以挑 慢慢挑 所以 如果 你的履歷不夠漂亮 你想要進向台積電 或比較大的那種 逐客的公司的話 那恐怕 真的要有 這個 可能要預先做準備 好像 我記得那個台積電 我遇到好幾個台積電的 他們基本上這些都會 而且 他說這個是 平常都在用的 工具 如果不會用的話 很多事情 他當然一定沒有效率 台積電的公司 一定是非常重視效率的 所以如果你不懂得這樣用的話 那恐怕 你的 這個可能 就連進到那種公司就有點問題了 所以其他的話大概是上個禮拜主要把這個部分 尤其我剛剛提的就共用的這個SARB OK 一定要把它試著 熟悉吧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用共用的這個SARB寫法 變成說你可能要寫7段一樣的程式 有沒有 先一段先抓第1個檔 再抓第2個檔 再抓第3個第4個第5個第6個第7個 變成也是寫的出來 只是說當然 你的那個程式 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 冗長 然後執行的話 效率應該差不多了 就相對的 就看起來就沒有這個漂亮 有沒有 OK 所以 以後當然 你即便會寫程式 還要想說你要怎麼樣把程式寫得更加的 怎麼講 就是完善吧 我覺得 還有 這都是需要的 當然你們剛開始有些同學程度沒那麼好 沒關係啦 其實也許照call吧 照那個模子 去 一樣化葫蘆種 應該 會吧 慢慢來啦 也許 像這種東西 其實 應該算是 應該算是 也是一個還蠻不容易學習的專業啦 因為不容易學習啦 所以其實 才夠得上專業 OK 如果變成說大家都很快學會的話 那其實也沒什麼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也思考一下 如果你希望在職場上面 不容易被取代掉的話 你可能要想說 你學東西 到底是不是很快 大家都會 如果大家每個都會的話 那說真的 這沒什麼 我隨便找一個 取代性高嘛 所以現在老闆換得很快嘛 你不錯 換一個就好了嘛 隨便找一抓就一堆一箱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性質 不一樣喔 老闆把你fire掉的話 他要頭痛的話 那他怎麼可能會 對 輕易的把你換掉 因為他把你換掉的話 不是自找麻煩嗎 然後石頭砸自己的腳 OK 所以 這部分的話 可以 稍微思考一下 像VBA這部分喔 其實網路上教學 應該也不 不少吧 OK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在上面看一下 不過呢 好像似乎呢 看來看去 其實我的影片應該算最多 而且應該很難找到其他老師的教學 因為我放太多了 所以別的老師都被我洗掉了 就變 稀釋掉了 OK 我覺得這部分是需要有人去分享 教你怎麼做 不然的話你不會做的話 說真的啊 像這個東西 你光要自己把它寫出來 我看應該是 沒有三兩三 可怕 沒辦法把 城市寫得這麼精簡又漂亮的 其實我還蠻自豪這一點的 OK 因為這真的不是說 你沒有 因為我 VBA 這方面 至少寫了可能 快要30年的時間了吧 OK 所以 我想 要有這樣的功力 然後又要有這樣的素養的 對不對 而且要有這樣的堅持 其實應該 不太容易 因為其實我也沒什麼嗜好 我的嗜好 就是閱讀 有沒有 學習 所以我想說 像這種東西 應該 很難會 有人會把這個東西 鑽研得這麼的深入了 OK 所以其實這一點我也蠻 不太會去 就是說 擔心 會有被 怎麼講 被取代的這個問題 我反而是希望說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OK 因為這東西還是好東西 為什麼要鑽研 因為 太方便了 等於是說你現在 我看很多企業裡面 他每天做的事情都可以用城市完成 而且他每天都在做回圈的事情 想說你寫個回圈就好了 你為什麼每天在那邊做那個事情 那我覺得是 要是我的話 要是我是他們老闆 我會覺得說 不行 第一個效率差 第二個 浪費人力 對不對 應該是把他們 看是用什麼方式 可以把他們這方面支援 第一個效率馬上提高 第二個 人事成本馬上降低 有沒有 這個 公司 第三個 公司競爭力馬上向前 為什麼 因為你客戶會覺得說 這家公司不得了 每次跟他 要什麼東西 馬上就 馬上就有 馬上就有 而且有時候還不見得說你要跟他要他還提供 但是你還沒要他就給你了 而且還給你非常完整的東西 你會想說 在這個公司 怎麼可能會 跑得掉呢 我在想說台積電為什麼現在可以 領先這麼多 有沒有像那個 7奈米 你連那個 他以前 Intel 我們現在那個 CPU最大的 那個 那個 裡面的 CPU的公司 以前是龍頭 大到不行了 他之前 兩年前就直接跟台積電投降了 他說7奈米 我就通通交給你們 幫我代工好了 我在 我就不要 他在想說 怎麼 連那個龍頭 也這麼大 以前我印象中 我剛開始 組裝電腦的時候 這簡直是 一個巨人 結果沒想到最後是跟台積電 輸給你了 我直接把我要做的東西直接交給你做 因為我做不過你 他們本來是同行競爭 競爭之後說 沒辦法 所以直接就 還有另外一個競爭對手叫三星 三星最後也是 三星還是想要跟他 好像還是跟不太上 所以我覺得這台積電也算台灣 台灣之光 可以做得這麼的 好 那裡面的話 絕對 都會有很多的 我覺得是那種 高數值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像那個7奈米 5奈米 甚至3奈米 2奈米 那個越往 它的 這個什麼呢 那個 細的程度是非常 只要一點點 閃失 東西就做不好 就是壞掉 良率就很差 他們良率居然可以做得又精細 良率又那麼高 又 又精細 然後又做得好 這簡直是 等於是你幾乎無懈可擊了 那為什麼可以辦到這一點 我覺得這背後應該是有非常多的高數值能力 做事的態度應該就絕對不是那種一直在 沒有效率做的事情 應該都對這方面的技術應該也都很在行 OK 好 那另外的話上個禮拜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 講了有關 這個 下載 那個 盤後的 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的話呢 有個 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之前我們 CSV下載都不會亂 但這個下載會亂 那主要原因我有講過了 就是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地方 我現在把它放大一下 如果是 預設是950 950是 所謂的那個 ANSC 就是 微軟的 微軟的那個編碼方式 那 現在 有有些 這個 疾風檔案都YouTube吧 OK 然後呢 它的編號是65001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概就這兩個會 改變 其他應該 就沒什麼 太大的 不同 OK 那我在網路上其實也看過很多爭論 說到底 你是要用那個950還是用65001 那有人說 應該要遵循那個世界的標準 應該要用UTF8 因為全世界 的軟體公司 都用UTF8了 那你怎麼還在用那個 這個剛剛講950 不過呢另外有一派說法是 就我之前跟微軟嘛 它的Windows市占率8成 有沒有 我8成 然後Office市占率超過9成 那當然它是最大的嘛 那為什麼最大的要跟 其他的 這個小公司用一樣的標準 所以 就可能會有那種 到底應該用哪一個的標準 不過對我們來說 使用我們設計端 其實也不用去 管 因為那部分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管不了 因為對那個標準 到底用哪一個 我們也無從 沒有決定權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說 反正呢 是用微軟的產品的話 那就950 用不是微軟的 像用Google 或者是說 你用一些免費的 Office的話 那就是65001 大概會有這樣的差異 其他應該 就不是太大問題了 另外的話 你就把這個 範本記下來嘛 以後的話 如果看到網路上有需要什麼樣的資料 你要大量去抓取的話 就把這個範本拿來用一下就好了 OK 也是個方法啦 那 因為 像這種東西 其實要自己整理 蠻累人的 你就 至少 第一個要懂 裡面到底在寫什麼 第二個的話 你有這個範本 第三個你放在對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把你需要的資料 從網路上快速的撈取 到你要的資料 這樣大概就比較簡單一些 對啦 OK 那其次的話就是 再來我們另外一個範例 上以後講三個 下載那個什麼 上櫃的這個 股票行情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呢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的程式是這個程式 特別注意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抓取網路資料的話 上面那個網址 叫URL 那其實URL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們以後的如果知道這個概念的話 抓取就非常容易了 第一個的話呢 程式在哪裡 程式就是這個名稱 叫什麼 stk 這個eml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參數 問號 後面 問號 就是後面要傳遞參數 然後傳遞什麼參數呢 它其實傳遞幾個參數 第一個嘛 D等於 有沒有 所以 第一個是D 第二個是O 那D的話就是 你要抓哪一天的資料日 就是一個日期 D就是一個日期 O的話看得出來 應該是哪一種格式 那我們好像有試過吧 HTM HTM是 網頁 那用CSV呢 就是抓到CSV的格式 特別注意 這有個關鍵 這個方式 叫做 所謂的GET 這好難寫 GET OK GET 好 這第一個 以後的話重點 跟各位講 第二個重點 就是 還有一種情況 它 可以傳遞參數 但是問題 它不讓你看到 也就是說 它沒有問號 也沒有後面的參數 但是它的資料也會改變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日期 奇怪 它沒有傳任何的資料 在上面都沒有 可是問題它也可以改變 那如果是那種方式的話 叫做POST POST POST 所以 這個 了解 網路抓取資料的話 這兩個 你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 而且要了解 OK 如果不了解的話 以後你要抓 資料 那就遇到問題了 你第一個就是 如果上面是 用GET的話 你OK 沒問題 但如果它是用POST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了 所以後面我會教各位 像網路上很多 比如說 就會是什麼呢 它把一些參數隱藏起來 那問題隱藏 就有點像 我記 也很像比方 就是GET的話 就是說 有點像明信片 上面 你把上面 你要看的人 就是OPEN 公開的 但是POST就是有點像 我把信件 放在信封裡面 然後再寄出去 你要打開的話 你必須要 本人才能開 收件者才能開 不然的話 你就是算違法 有點像 封裝起來了 那這個叫POST 所以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網路爬蟲 如果你有這個觀念的話 那以後要爬資料 應該就沒什麼 因為網路上就是這兩個傳遞的方式 就這兩個 沒有第三個 OK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兩個方法的話 那以後 幾乎大部分的那個 資料 你想爬的資料 都應該爬得到了 沒有問題 所以後面的話 我會教各位 如果遇到GET 那我們怎麼爬資料 那如果遇到POST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 再做 那個POST 在做 爬取資料動作 那哪些是POST 其實你們也看 像那個什麼 高鐵訂票系統就是 高鐵訂票系統 你要訂哪一天 你按下 查詢的話 它上面其實 沒有改變 但是呢 它底下資料 會改變 比如說你要哪一天 到哪一天的 那個 就是班次 有沒有 你 一定要選 選完 其實你是有傳 那一天的資料 給那個 網站的那個程式 但是呢 它 不會顯示在網址上面 但是資料一樣會抓出來 那主要原因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不是用GET 它是用POST 那你就看不到了 那還有很多網站 所以以後 你慢慢要觀察 因為我是覺得 真的是 外行人真的看就鬧 內行人真的看門道 有沒有 如果你懂這個 你就知道 原來這個網站它用的技術是POST 對不對 如果 人家聽到說你講 這個專業術語的話 哇 你內行 對不對 那如果呢 你看到 不是都一樣的話 那就是外行人了 所以你學過爬蟲嗎 那你知道什麼叫GET跟POST嗎 不知道 那你學什麼 對不對 你等於沒學嘛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面試的時候問他這個問題就OK 你知道什麼叫POST的傳遞方式嗎 OK 不知道 等於是說你根本沒有學到 這個 最重要的部分 對不對 OK 所以往後也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那怎麼樣見招拆招 這點蠻重要的 上個禮拜我們有用這個叫做 上櫃股票行情去下載 不過這個資料有個缺點 就是他每一天的資料都6000多筆 6000多筆 哇 跑下來我發現 這個網路都會 都會掛掉了 就是跑到最後 都太大了 所以 另一期大概就抓個幾天就好了 不然的話 像我之前是有把它全部抓下來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個 畫面 這個是我真的去把它抓下來 然後存成CSV 抓下來存成CSV 那我忘記我什麼會 我好像印象就把它放著 然後讓它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把所有那個 上面的所有資料全部都抓下來了 其實我記得我大概在年輕的時候 20幾年前 我好像有時候不睡覺 看到那個網站 我覺得這個網站很重要 我怕哪一天它不見了 然後就把它 寫個程式 把它的資料全部抓下來 有時候抓一整晚 我印象中 回想起來 我們那時候網路連線 那時候是最早是多少 哇 SEED是 33.6K的那種K 後來變成60 60幾K K喔 不是像MAY MAY的K跟MAY差1000倍 以前是這樣幾K幾K再抓資料 OK 所以可以抓一整晚 真的不意外 因為太慢了 影片到現在 現在都是至少加以下 那我加以下是拉60MAY 100MAY的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哇差起來 差了 1000倍 那現在又一直在 想說要推5G啊 什麼的 OK 然後網路頻寬應該也會再增加 應該會有一個理論上面的那個什麼 物理的限制 就是那個頻寬吧 這個應該那個 應該比較熟吧 應該還是會新的 只是會有個 因為光纖是不是也有個瓶頸 還有像其他設備吧 OK 不過現在看起來應該似乎夠快啦 有線的夠快 但無線好像 就慢慢要推5G 我看每天一直有廣告 5G然後 再配合什麼 像那個 馬路上跑的那個什麼 無人公車嘛 他可以馬上辨識 把辨識結果 放到雲端去判斷 然後 決定說那個路線 還有 決定說他要 要不要煞車 看到有那個 行人的時候 距離多遠 可能要偵測一下 未來當然你可以看到 這種技術應該會越來越成熟 就是配合5G 然後做一些 無人駕駛 其實這也蠻重要 我發現 或者剛開始也許 不一定是無人駕駛 你可以輔助駕駛就好了 我看現在公車司機也 蠻辛苦的 而且有些都超時 十幾個小時 對不對 然後 而且主要是 我覺得第一個 路況太差 有 各種車輛 我是覺得最怕是摩托車 有沒有 他要靠邊 然後又跟 然後 又很怕是那個什麼 上了年紀的那個老人家 有一次我記得我坐公車 然後剛好有兩個老人家 還沒到站喔 快到站了 兩個老人家就起身 準備要下車 然後司機就很生氣說 你剛好給我坐好 到時候跌倒怪誰 還不是要怪司機 就很生氣這樣子 對 我是可以理解啦 那也不用那麼兇吧 然後那時候老人家就說 我怕到時候我下車比較慢啊 會又被人家 捏之類的 因為會覺得行動太緩慢 他說安全最重要 現在好像比較重視 以前好像是 重視是快 現在是重視安全 所以這要怎麼取捨 當然呢 如果說可以有無人駕駛 或輔助駕駛 他們可以不用那麼累 比如說哪邊有車輛 然後怎麼開 其實他大部分時間 就在車上監控 方向環都放掉 讓車自己開 然後只要需要他再出來 那不是輕鬆 10個小時 我覺得 應該還不會那麼累 但是你要一邊開車 一邊要注意路況 太累了 對 就像貨車也是一樣 像常有那個貨車師 一開始10個小時 真的很怕說 像 那種貨車 如果高速公路後面有貨車 我一定先 讓他好了 要不然我就 閃到旁邊 因為我怕那個貨車師 體力不足 或睡眠不足 他忘了煞車的話 那前面有剛好煞車 那煞不住的話怎麼辦 昨天還前天就有 一個女駕駛吧 剛好就在兩個大車中間 然後就被夾扁了 而且不是單一個案 我會想說 對 以後看到那個大車在前面 大車在後面 一律趕快 寧可先停一下 或者是往前衝 衝快一點 反應率 散避 不然說真的變成那個 這個 肉餅 這個 聽了就覺得 而且 真的也 不是個案 而且你們 看新聞 大概 一段時間 就一折這種 這其實是可以 防範的 OK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防止這種 悲劇的 不斷發生 還有像大車的死角 有沒有 監控 為什麼 常常轉彎就會撞到人 就把人壓死 那為什麼不做攝影的監控 對不對 或強制他一定要怎麼 轉彎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雷達 有沒有 掃一下嘛 有沒有車 或者不一定要攝影機啦 最好是像現在AI有沒有 就是結合攝影 然後辨識 告訴你前面有 有人 或有車 馬上要停車就好了嘛 對 不然這話說真的 這悲劇亂在發生 因為我看以前那個什麼 你光日本跟台灣的交通事故造勢的比例 我們的造勢是人家的十幾倍 十幾倍 你想說 而且我發現每天 在馬路上 看到感覺 很多賽車手 OK 每天都好像準備要 準備要起跑了 把那個馬路當賽車道 這其實真的不是一件 好事啦 尤其如果你常到 到日本的話 你會發現 很多地方都是 有一些 比較好的習慣 那 上個禮拜這個部分 就是 我們先存檔 所以存檔的部分的話 主要是用到一個 這個 VBA裡面的一個指令 就是工作部 如果要存檔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它有一個方法 Safe Copy as 或者是 Safe as 它有兩個方法 那這兩個方法 其實最大最大的差別 在哪裡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 Safe as 是可以存成另外的檔案格式 比如說我CSV 我CC可以存成Excel 但是如果你是 Safe as 的話 那你如果是CSV 你也只能存CSV 你就不能夠轉換格式 OK這個地方是 比較大的差別 其他都沒什麼差別 就是存檔要不要轉換格式 如果要轉換格式 那你可能要把這個方法改成Safe as 然後後面多一個參數 跟它講說你要存成什麼格式 有點像 另存新檔 然後把它存一個格式 大概 是 是 這樣 OK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 我們這個是 這個存單一個檔 是個別的 沒有傳參數 存那個 10月30號的資料 這個是可以把它改成一個參數 換成哪一天的 也是10月 109年的 10月的哪一天 然後把它Safe 後來run一下 我發現 這跑好久 光存一個檔 那個檔案就很大 所以一整月的那個 檔案 跑到最後好像有點怪怪的 甚至他是不是有可能是跑太久 他會 以為 你這個是有攻擊性 他把你的 網路斷掉 也有可能 那其他的話就是 把它 這個 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並且重新命名成 那個那一天的 這個日期名稱 然後就可以 一個月全部放在一個檔案 就是一個工作簿 裡面 OK 那其實結果也是一樣 應該是可以都可以跑出來 只是說因為資料量太大了 就要跑很久 甚至你可不可以把它放在同一張工作 表裡面 其實應該是可以 只是說他好像一個 一天就6000多比 所以 10天就6萬 6萬然後再來就 18 18萬多 所以 可能那個資料量會非常大 那這個時候 還有呢 他裡面的那個 資料 有些是 不同的上位 就是說呢 如果你每天 會變成說你還要多一個欄位 就是哪一天日期 不然的話如果你把它放同一個工作表 你就沒辦法變成說 這個 這個資料到底是哪一天的 所以這個可能我覺得比較合適 還是放 不同的 工作表 或者是不同的工作步 這個可能 要特別的注意 那所以 這個是 前面我們有講過的部分 那 剛剛我提到有關那個 Gate跟 Gate跟Post 這邊可以舉個例子 像剛剛 提到的 也許我們先 看一下那個第3個單元好了 第3個單元的話 是Gate 然後第4個單元 就是Post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Gate的話 你會發現 什麼叫Gate 就這個 你把它連結 那你會發現上面 就有一個問號 前面這個就是它的程式 它程式是 點ASP 那就ASP 的技術寫出來的 像剛剛的話 是好像點PHP 我們剛剛那個什麼 這個 這個是 你會發現它的技術是 在 對PHP 有沒有 點PHP 所以 內行人也是 看門道 有沒有 那就是表示說 它是用哪一類 哪一種技術寫的 那PHP也是所謂的自由軟體 free的 那ASP的話是微軟的 那ASP的話 它的語法跟VBA很像 都是用VBA的語法 OK 那這兩個技術 都已經存在大概 20幾年 快30年的時間了 但是還是一直被用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然後它的參數的話就是這個 IndagePage等於1 OrderBy等於New 有沒有 所以兩個參數 中間用一個end符號 那另外的話呢 第3個單元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 第4個單元 下載什麼呢 下載那個 期貨 期交所 期貨 期貨交易所 裡面的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 這個 本來我是從那個什麼 開放資料找 開放資料只有幾天而已 還有一個禮拜而已 我覺得不夠 那我就想說 有沒有 歷年來的 我想說歷年來美元 到底能夠低到多低 有沒有 最低是多少行 因為最近美元一直在貶值 而且 那個 美國的選舉又 一直在膠著 不曉得 川普中間又一直在講話 然後最近好像被 笑音了 因為他講了太多那個 可能 太爽動了吧 然後 到底怎麼樣不知道 所以有可能是 美元會一直 持續貶值 因為它振興經濟 如果美元 貶會貶到什麼程度 歷年來 美元對台幣 的匯率是最低多低了 有 OK 你們可以查一下 可是問題哪裡查 後來發現這邊有 它最多好像從2006年就有 2006年以後 匯率 它都有 問題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怎麼去把資料抓下來的問題 那這邊有一個網址 這個就Post OK 什麼叫Post 你會發現 這個網站 是 把歷年來的 這個資料都放上去了 我不知道 如果我們全部 一直抓 會不會又把它封鎖了 有這種可能 先不管 比如說我要抓哪一天呢 從10月份的 10月1號到10月7號 你按送出 它就資料就出來了 當問題你會發現 這個跟這個是兩個參數 當問題你會發現 上面的層 上面有沒有 它是 看不到 任何的什麼了 有沒有 任何的 參數傳遞 那就是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Post 所以很多時候表單 像這個表單 傳遞 用表單的方式 傳出去 你看不到參數 所以如果看不到參數 你就不知道怎麼去抓它的資料了 OK 如果這個你都可以 知道說 它的參數在哪裡 然後你把那個參數加進去 那資料不就出來了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方法 是真的可以抓到 從 我有試著抓 2006年之後 就有那個美元 對 這個台幣的資料 還有美元好像有對其他的 甚至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美元跟其他匹別 的那個貶值情況有沒有比台幣來的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 互相的一個什麼啦 互相的一個關聯性 彼此都有關係的 那比如說美元點就有人說 黃金剛好反向 所以有人說趕快去買黃金 那你怎麼知道一定美元一定會貶 一定會貶值 對 有人說美元如果跌的話 石油也會跟著 跟著漲 因為它也是 連動的嘛 因為貶的話 那買的相對的東西就變少了 OK 東西就變貴了 那有沒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 當然問題是 有些還是要做一些 分析跟判 分析 那你就做個決策 OK 好 這裡的話請各位 先試著把上禮拜的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那也許今天的話 我再延伸講一下 有關那個get跟post的差異 如果這兩個你都懂的話 那以後呢 你在處理其他的東西上面 應該就會比別人更加的 有概念 OK 試一下這個部分 就算了